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GRB90分鐘耐久第三站 PCR GRA在 Rubner Park 紐西蘭的賽道 TOP5 Battle 我們現在看的畫面是 第五名的季群 後面追著藤原 兩個在爭奪第五名 最後一個彎 在這之前藤原 因為起跑不順偷跑 所以 發了一個得來術 從後面追回來 進入第一個彎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 最難的地方 很容易打滑的 兩台車的路線幾乎一樣 下一個彎 同樣就用了更多的賽道 距離也拉近了 在這個髮夾彎 輕輕頂了一下 進入內線超市成功 這局的路線稍微有一點點不穩 這局的路線稍微有一點點不穩 或許是受到一點驚嚇吧 第四名 第四名 我們現在看的是渡邊的畫面 再來 第六 追逐謝老闆 已經達到病行了 兩台車不斷的輕碰 渡邊稍微壓一點草 急過去了 順利超車 對 追上馬上就超過全 很快 第三名 這個是在 第一次快要進Pick的時候 比賽差不多要過一半了 這是阿仲的畫面 他現在跑在第一名 我在後面緊追著 爭奪第一名 阿仲是唯一一台使用這個塗裝的GTR 場上唯一一台 白色好多人用 我跟仲偉前面已經持續了幾圈 都是一直維持一個 大概的距離沒有辦法靠近 也沒有被拉遠 有時候貼到了馬上又被甩開 就一直持續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下賽道的路其實還蠻小的 可是 就是 在終點前那個大直線的時候 路就非常寬 而且 轉第一個彎之後好像還有一個 往前延伸 其實那邊是可以舉辦 直線加速賽的場地 這也是我在危機上看到的 戰況持續膠著阿 最主要還是因為 這個最後一彎 剛好是我 特別弱 看跑得這麼開 都快要出去吃草了 所以就連續好幾圈在賽道中追上 然後在最後一彎被甩開 現在就可以看到畫面下方的 就是直線加速賽的跑道 然後第二彎 我車速似乎快很多 一口氣拉近 快要黏到啦 準備要重新咬住阿仲了 逃不掉的 所以我還蠻好奇 假如是比較新的賽車 空氣動力比較好的車 跑第一個彎那邊會不會這麼困難 這台的話在第一個彎 只要煞車不小心 就很有可能會在那邊旋轉 非常困難的一個彎 有些人還想要放棄練車的時候 然後 前面出現了一台綠色的車 很有可能是熊本 這次換重了 在最後一個彎 跑了一個大外線 終於沒有再大 直線被甩掉了 緊緊黏著 一起抽 加速到最高速 準備進入第一彎 才剛剛說這邊很危險 就看到前面有車子失控了 一台奧迪 剛回賽道 連續兩台的被套圈車 真的怎麼過是很關鍵的 重來勢必要放彎步調 重來勢必要放彎步調 通過 超車成功 有一點可惜啊 到了好一段時間 重了就這樣失敗了 我們從我的視角看一下 其實我也沒有說完全安全 我也稍微有敲到一點 不過沒有像撞得這麼慘 第二名 我們現在觀看的是 是季群的視角 季器名前面追著 歐吉桑 這位歐吉桑是沒有正式報名的 臨時參加了 因為還有位子 他就臨時參賽了 歐吉桑跑了一個外線 被季群黏到車尾 就稍微開了一點 季群隨時有機會 歐吉桑稍微滑了一下 控制住 可是內線被季群占去 成功超車了嗎 兩台車並排 準備進入最後一個彎 並排了通過最後一個彎 直線加速 直線加速 還是持續並排 季群進到前面了 GTR的加速不是蓋的 可是第一個彎曲 太慢煞車 跑了一個 吃草的路線 還好季群把車子控制住 好不容易躲下來位子 所以又被歐吉桑拿回去了 歐吉桑再下一個彎頁小小的失誤 所以季群又成功跟了上來 似乎有一些車子失誤了 所以現在跳到了 季群現在跳到了第六名 BNW是YY 背套圈的YY 所以他們現在在爭奪 現在季群呢 我今天都來爭奪第五名 同樣情況跟上一圈一模一樣 這一次季群走外側 沒有辦法超車 被擋住 後面的騰會來勢洶洶 最後一個彎 季群沒有從最外側出彎 從稍微內線一點 速度快很多 利用它的加速 我這張企圖搶足第一關的內線 但發現跟不上就放棄了 這一次沒有再太慢下車 順利超車成功 一個乾淨的超車 散 第一名 現在看的是文斌的畫面 文斌目前是第三名 前面有我 後面有藤原 不過前面算還距離蠻長的 看不到的 藤原已經從最後面 攻到 要爭第三了 這法家灣 文斌成功的擋回內線 可是其實很近 兩台車很近 很危險 旁邊不斷的閃燈 我今天覺得還蠻困難的 一邊開車還要一邊按閃燈 我懂 不會去按阿 結束賽道的第二階段 糟糕文斌跑了一個吃草的路線 雖然守著下一個彎的內線 可是速度上卻慢了下來 被藤原超車 我到第四名 藤原馬上守住內線 進入最後一個彎 可是卻打滑了 打滑了 完畢沒有 受到波及 順利通過 一圈後 藤原又來了 第一個彎 藤原稍微吃了一點草 都沒有失控 持續的追擊 好 我覺得在這時候 我看他們 在那個時間表上面爭鬥 我就很希望文斌能夠擋久一點 這樣才不會威脅到我 好 稍微抖動了一下 距離越來越近了 最後一個彎 感覺著文斌轉這一次的路線 很漂亮 還蠻喜歡的 沿著人湖這樣過去 可能重新咬上文斌 好像只有一瞬間 又被拉開一點 可惜現在文斌都很少在參賽了 時間的關係 好 文斌稍微滑了一下 反打就回來 反打就回來 速度沒有損失太多的感覺 這裡感覺是藤原拉近距離 最明顯的地區 偶爾特約稍微失垢 去旁邊吃草了 又拉回來 還是燒不過 堅固的防守 偶爾似乎企圖從外線 來不及 已經要進彎了 出彎的時候 終於變形了 變形了 而且藤原橋到內線 有一個好處 我們比賽還一下 丟失了第三名 守了好一段時間 終究還是沒有守住 才剛 脫離 算脫離嗎 好啦 脫離藤原的攻勢 現在馬上渡邊就緊追在後 我們比了第四名位子 究竟能不能保住呢 渡邊也是這個 場上少數的奧迪 幾乎全場都巨跳啊 不愧是甩尾哥 稍微甩尾的過彎 還是很快 真的找到有點甩尾的感覺 哇這個太誇張啦 直接飛進彎 搖搖搖搖 這個情況下控制住 直接插入內線 搶到髮夾彎的內線 甩過去 一口氣超車 渡邊 太精彩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Top5 Battle 這場 很可惜啊 只有 前半 因為重播有點問題 所以後半還有幾場 印象中有精彩的比賽 但是沒有辦法看到 這場的第一名是我 耶 終於啊 在賽季中拿到第一名 這是第一次吧 因為PCR前面並沒有人工判罰 所以就 不會有任何位置變動 第一名是我 第二名是渡邊 第三名阿仲 第四名文斌 第五名藤原 第六名季群 第七名熊本 第八名 Alex 第九名楊歪歪 第十名謝老闆 然後 後面三位都是斷線的 斷線的 斷線前後 決定名次這樣 那總分的部分的話 這一場 粉長冠軍讓我一口氣 拉到第一名 三十八點五 第二名藤原三十六 第三名渡邊 二十八點七五 第四名季群 二十八點七五 第五名文斌 二十一點七五 第六名熊本 十九 第七名阿仲 十七 第一 第八名謝老闆 十二 第九名 Alex 十一 第十名楊歪歪 二 車隊的部分 再一次有參與的車隊總共有五隊 第一名不要插隊拿十一分 第二名幹化軍團拿八分 第三名GAP拿五分 第四名Alex拿三分 第五名斷線部隊拿一分 那總分的話 這裡面最高分的車隊現在是幹化軍團 四十一點七五 第二名是不要插隊十八 第三名是GAP 十七點五 第四名斷線部隊十七點五 第五名Alex十一 所以同分我暫時先照這一場上面拿到的分數來排 最後的話可能也會有同分的 不過我覺得機率不大 比到最後面應該就不會有同分的 那我們這次的精華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別忘了幫忙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都可以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